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这是极其错误非常危险的举动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从美国政客公开宣扬毁灭台积电 到加快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岛 美国为了以台制华 不惜毁台的用心昭然若揭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 绝不会答应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以武谋独 我们再次证告民进党当局 企图斜阳谋独 以武巨统 只会以失败告终 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亚内地与他们认为 亚内地与那之外 本体与他所持有的 9月本体与他就因此